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即時攻略 和大家跟進大小方面情況 現時恆指跌下來183點 最新報在23503點 國企指數跌81點報9714點 大肆成交暫時有240億多 這次會和大家跟進國別版法的最新表現 先請出我們的分析員 研究部的分析員有Stanley在 和我們談談大股方面的情況 Stanley 你好 先看看大股方面似乎又再回軟 上星期尾其實都偏軟 現時又再向下跌至177點 其實資金來說 之前會衝擊一些領象大股的南酬股當中 看到今天連續三日來說大股變得比較偏遠 會不會有資金留意一些避險些股份 看到較早時份 南酬的公用股也是靠穩的 現時這一刻跌幅比大股為之少 至於電能方面更加有得升 就是0.5% 浩仔在做77.25 更加創了近一個月來的高位 最高位見過77.4 Stanley 會不會趁些的時候 怕大股有調整的時候 留入避難所會好些呢 先說回大股的情況 好 暫時看下去大概20天線附近 都有些支持 所以我相信大股似乎 看看能不能夠搜尋這個位置 其實你說搜尋的話 問題都不大 因為其實這個星期 大家可能關注的焦點 今早早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同事有講過 首先我想大家會比較關注 是由祖閣那個會議 即是那個非正式的會議 結果比較難去預計的 特別是由上個星期 都已經有這麼大的下跌之下 你說究竟中國的結果 談不談一點呢 大家要再密切關注 但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 其實回到今天的時間 應該是3號的時間 這個意大利那邊 都會定出在制憲公投的 即是下個月 制憲公投的日子 而這個因素 你也可以說 因為意大利那邊 大家都會比較關注 一旦你好像現在 執政黨 阿耶倫那邊 阿倫齊那邊 假設真的輸了 會不會令到意大利那邊 都可能運用一個脫歐的危機 大家會比較拭目以待 所以大家都可能會關注這個事件 再與此同時 今個星期 都好像有比較多的聯署局官員 會出來講話 所以你可以說今個星期 即外圍那邊 其實都不是那麼風平浪靜 都有比較多的變數存在著 而且你看看過去這段的時間 大家經常都說 那些港股有一升的原因 甚至乎 那個成績量比較好一點 氣氛好一點 最主要都是不遂的效應 但是看今個星期 因為都 內地方面 在下星期的時間 都會進入一個叫做長假期 而這個叫做南下的資金 這個叫做港股通 都會暫時會暫平 所以都可能年底之下 令到你說很多的 一些之前來講的急升的股份 都可能會有個比較 有些叫做調整 所以如果以這個情況去看的話 那似乎又真的 大市是要去向上 上升的動力 似乎又真的不夠 但是相反又似乎 好像又會有 即相反 你可以說跌下去的時間 20千先都一定的 叫做防守性 所以今個星期 其實市況 你可以說比較 雜幅一點 但是那些資金 是不是要去避險 都分兩個層次去看 第一就是說 因為那些叫做 一些個別的高息的股份 為什麼這一陣子 好像突然之間 又會比較 硬正一點 當然了 上星期的時間 因為這個聯署局方面 就沒有加息 這個都是 都可以說之前都預計之內 但是 與此同時 你們都可以說 聯署局方面 那個點陣圖都顯示 就是說 在未來這兩年的時間 其實加息的步伐 是慢了下來的 即現在我自己預計到 可能你說 在下年 甚至乎 一百年的時間 基本上 加息的出道 可能只會加兩次息 這個都可能 對於你說 外界方面 是比較有些意外 因為你說 如果以回到你之前 這樣鷹派去看的話 但是接下來的時間 都只不過 進入一個緩慢的加息的話 意味著現在的高息股 其實都依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所以你以為哪些資金 再重新去部署 這個也是一個正常的事情 其次就是說 你見資金 即是之前的時間 為什麼會買一些 叫中資的金融股 當然高息是一個因素 你看到似乎 之前的時間 好像你說的 那些老人股為例 基本上那個息率都比較高 這個是其中之一個原因 吸引一些筆水來買 但是其實除了筆水之外 你再看一看 就是不單單是他們買的 那基本上有一些外資 都是叫做進場去買貨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 其實你再回顧第三季的時間 那我們經歷的狀況 其實那些數據出來 其實不是差的 但是大家 在年初的時間 最擔心是什麼 擔心就是 我們經濟無以為計 所以你隨著第三季 一些數據出來是好 就是比較好之後 基本上大家都會對於一些 中資高的股息 有重股的必要 所以你可以說 第三季的時間 那些中資股 有這麼好的表現 都是跟這個原因有些關係 但是現在沒有 現在有些筆水 叫做 因為始終你說 現在 影響著這一閘的股份 一個最大的因素 就是這些筆水 除了筆水 真的叫做暫停的話 那我相信 對於這一閘的中資金融股 有些的影響 但是其他的板塊 就是你說高息股那些 其他都是高息股 我相信都已經有一定的賣點 所以那些股價 又不會太差 好 我想跟大家跟進一下 剛剛提到的 就是一些比較高息的 公用股 現在的最新表現 我們看回 就是中電 現時這刻 還在下跌的是五毫半 最新做到七十九個七 中華煤氣 就下跌 豪六指 最新十四個七 至於電能實業 就升三毫 到七十七個一毫半 港鐵方面 就暫時下穩武升跌 做到四十二元 長江基建 就下跌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做到六十七個七 剛才你說到 北水南下方面的情況 明顯放慢了 早前比較 比大媽所愛 好像匯控 平保 公行 都有不少資金流入 但是上星期 從未開始見到 其實這些股份 都有在港股通資金流出 反而有個換馬現象 換到騰訊那裏 見到它的股價 一直都是這樣爬上 上星期五 股市要回調 反而它還有創新高 在藍籌股當中 又有筆水去到受惠 騰訊會不會再上一層 先申報 我還有貨的騰訊 基本上我自己的取態 都還會先拿 因為其實都 我想大家都 它的優勢 賣點都很清楚 都不需要再去跟大家說 但是 有一樣東西 大家也可以自己想一想 我常常現在 可能你說在上星期 一些晚上出席法局的時間 甚至乎 去分港都說這件事 你想一下現在藍籌裏 假設你買一隻進水的股份 你買了增長的股份的話 你必然是要選擇騰訊 因為騰訊的增長 潛力依然都很高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你都可以說 為何它的股價升得那麼厲害 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但是怎麼辦 假設 你比較上 可能你說 是想求安全 求保守 現在藍籌裏 哪一隻你買下去 你最安心 其實都是它 你想一下現在的情況 就是說 你一些可能比較常 進取投資者 買增長你會選擇 選一隻可能令你覺得 買下去會安心 不會怎樣 會比較害怕的呢 甚至乎好像 又很簡單 你買一些高息股的話 你都可能怕美國會加息 你會怕你的因素 但是你買騰訊 類似乎現在 好像感覺上 公司那個潛力 都還未發揮出來 還有一些比較多潛力 可以讓它釋放出來 而且你可以說 現在你買進去的話 都真的沒有什麼下貨 所以變成 我相信騰訊的股價 當然 論股值來說 你問我的話 我都覺得它很貴 坦白說 雖然說我不放貨 但我都覺得它很貴 但假設它再調整 可能你說回到現在210 樓下這些位置 我都忍不住 再加注 因為沒辦法 你可以以公司的發展去看的話 我常常都說 你讓我選硬件和軟件 假設選瑞星和選它 我都會選它 因為硬件始終有一天 你可以說 硬件是技術上取勝 但如果有一天的時間 你一間公司 它做一件事出來 是讓你用一支厲害的話 那個優勢可以沒有了 但相反你做軟件 就像騰訊那樣 有一大批客戶群的話 基本上你真的 你很難去複製它 或者可以取締它 所以就變成這隻股份 每一次調整的時間 我都覺得是可以買的 但看看這一轉 有沒有機會 即210樓下 可能都可以再考慮加注 好 謝謝Stanley這場 還有分析 對於籃籌股方面 最新的走勢表現 暫時來說籃籌股 再看看 順便看看 工商銀行 現時1398 就是升幅最大 南籌升幅不算太多 也只靠穩感解 升兩仙 最新報仍4.9 自己最差的 跌幅比較大 有接近5%跌幅的瑞星科技 現在報77.75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Stanley詳重的分析 替你做新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好像騰訊的 好 明白的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找你國語的節目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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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